你知道硝烟有多少个外挂吗 硝烟这一生战斗无数 他的敌人往往都要比他强大至少一个大境界 想要击败这些人 硝烟就必须越级战斗 而越级战斗就需要一些非常规的手段 也就是外挂 在硝烟身上有三种非常强大的外挂 每一种拿出来都能轰动中中 最后一种甚至因为过于强大 被天残土豆给删除了 下面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第一种三千夜炎火 三上云蓝葱 硝烟马上就要被抓走了 硝烟想要把硝烟救出来 就必须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 在硝烟不知道去哪里寻找异火的时候 嘉南学院内有一位小学妹告诉硝烟 在中州圣丹城有一朵异火 而且是排名第九的三千夜炎火 青年地心火和陨落心炎诞生于岩浆之中 海心炎诞生于大海之中 生灵之炎诞生于森林之中 而这三千夜炎火 却是唯一一个诞生于星空之中的异火 由星辰之力凝聚三千年才成形 三千夜炎火从星空中降临 一旦触碰地面便会迅速扩散 因为是从星空中凝聚 所以只要星辰不灭就永远不熄灭 因此被世人称作不死之火 硝烟将三千夜炎火炼化之后 就得到了一个逆天外挂不死之身 只要不是一瞬间将硝烟拍成血污 都能在三千夜炎火的修复下快速回血 在硝烟就要了的时候 以九星斗宗实力与五星斗尊的摘星老鬼硬刚 被对方的僧流大手印拍中 硝烟体内内脏全部错位 半个身子都被打得凹陷进去 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 当时硝烟的惨状把小一仙都吓哭了 要老检查之后松了一口气 因为三千夜炎火强行给硝烟掉了一口气 只用了半年时间就给他把身体修复好了 后来在抢夺斗盛海果的时候 硝烟以一星斗尊实力 跟五星斗尊的摘星老鬼再次硬刚 两人拳拳倒肉大战三百回合 硝烟几乎没有受伤 就是因为每次挨一拳以后 三千夜炎火就会快速修复伤势 让摘星老鬼越打越心惊 以为硝烟是吃错药了 居然这么忙 除此之外三千夜火还能燃烧斗气 入侵敌人身体之后会破坏对方的伤口 非常逆天 第二种天妖鬼 斗盛强不强 仅仅一个骷髅架子 就能追着一群五星斗尊疯狂逃命 一生四口就能让斗尊暴体而亡 低星斗尊吐泻倒退 但是我要告诉你 硝烟有一尊六星斗盛的傀儡 你又该如何应对 要知道魔兽三大家族的九优地名蟒 组长才二星斗盛 天妖奉的族长才五星斗盛后期 竹坤没有出场的时候 太区古龙一族最强的三大龙王才四星斗盛 斗帝家族的要族族长是七星斗盛 大长老才六星斗盛 而硝烟一个傀儡就达到了六星斗盛级别 而且这还是土豆收手了 要不然大结局的时候 魂天地的尸体至少还能炼制一个九星斗盛巅峰的傀儡 硝烟能够炼制傀儡来源于他在黑角域获得一本斗技 名叫天妖魁 这本斗技讲了铜银金三种等级的傀儡制作方法 而且炼制出来的傀儡可以升级 硝烟炼制的第一个傀儡 就是用地魔老鬼的身体炼制的 生前他就是七星斗盛 炼成傀儡之后 只有斗皇巅峰实力 在硝烟给彩琳炼制宝胎药的时候 吴宇金吸收了丹雷 身体的铜色居然开始向银色转化 之后硝烟疯狂让这傀儡吸收丹雷 在丹会上吸收了五色丹雷禁忌为天妖魁 拥有二星斗尊的实力 后来带领彩琳去星云阁的时候 硝烟将这道天妖魁放在了乌坦城 硝家守护家族 那么天妖魁的战绩如何呢 那可真是逆天了 因为他不怕疼 能用身体硬扛敌人的斗技 还能无视攻击直接把敌人带着 纳尖的手指给掰下来 同时这傀儡永不背叛 是硝烟最新的过的伙伴 整个斗技大陆也就硝烟能够炼制 第三种三千雷化身 三千雷动是封雷格的镇派绝学 但是在三千雷动之上 还有一个不传之秘 名为三千雷化身 传说中这套斗技是远古时期 一名斗地所创 硝烟刚来中州时候受了挺重的伤 被寒血所救 为了报恩就用佛怒火连 把想抢取寒血寒月的 红家少主 红家家主 还有封雷格 沈云长老全部诈伤 然后用悬中指 把这些人一个个全部拍死 抢走纳戒逃入森林之中 在沈云的纳戒中 找到了三千雷化身的 完整修炼方法 三千雷化身 是一种身外化身的修炼法门 使用三千雷动的时候 会留下残影 雷化身 就是将这道残影物 化为一道分身 与天妖鬼一样 同样分三种等级 修炼到第一层 化身比较呆滞 只能拥有本体30%的修为 能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与人战斗的时候 可以迷惑敌人 除此之外 作用不大 第二层的化身 更加领度 能够承受本体50%的修为 可以与消炼配合战斗 因为是身外化身 死亡之后 还可以继续凝聚 因此 经常抱着佛度火连 与敌人同归于尽 也能在远处完成 偷袭 侦查等一系列任务 辅助作用非常大 第三层 才是重中之重 天惨土豆 后来都把这个设定给删了 因为3000雷幻神的第三层 又称为3000雷幻神 需要达到斗地境界 才能修炼成功 拥有本体100%的战斗力 并且拥有本体一线能力 还能自行修炼 甚至实力会超越本体 实在是太离谱了 当时双帝大战的时候 硝烟要是召唤出 3000雷幻神 环天帝估计 直接就跪地投降了 哪还需要硝烟燃烧斗地之身 才能将它镇压 不难发现 硝烟身上这三种外挂 都具有极强的实用性 大大弥补了硝烟单兵作战的不足之处 那么你还知道硝烟的其他外挂吗 可以在右侧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